这里裂了 这是什么 这是裂了 不是毁 裂了 这油漆的问题 油漆干蒙蒙的 这绝对不是圆漆 圆漆应该不会这样裂 这在前缸肯定是换过的 要么换过 要么做过油漆 在前缸肯定做过 这不是那个 这就是那个油漆 它后期做的漆 然后裂开了这个漆 它前缸的漆肯定不一样 真的没得 这个一百八十万就可以了 多了鬼台也不会干 鸡盖是碳的 好像就这台 这台扎过钉子 我的车 车太妈气 跑了一点 吊点气 哎呦 定金不要了 也不能买太亏了 还好兄弟们 也不谈不上亏吧 一百八十万买个兵力 它不香吗兄弟们 但是价格不能高一百万 一百八 一百八的话 都可以搞上了没搞搞 毕竟它才一万多一万多公里了兄弟们 就跑了不到一万八千公里 一万七千九百多 快一万八千公里了 一公里 一万块钱 一百八十万 新车才两百啊 新车两百 你要看配置啊兄弟们 我给你讲 新车两百万 你因为真的有两百万买到啊 买不着啊 这种车 我跟你讲 现在最新款的是两百几来着 两百六吧 好像 最新款的 没有 最新款的 但是你随时变一台车 它又是包价两百万的车 你落地 我好像啊 落地 差不多要三四百 三百多 三四百 因为现在车子 你要选配 现在这种豪车 它包价很便宜 但是你要选配 必须选配 你不选配 让它不卖你 你知道吗 必须选配 对 你随便选配 搞一下就没了 而它这个车 你看啊 看到没有 还垫锡门 小哥 小哥 我看你人也挺好的 你圈圈的老板 最185 我们改天吃顿饭呗 认识认识 行吧 吃啥饭 都是五万块钱的啊 圈圈老板 要不然那啥就是 活路间没女朋友 啥的 要不然你 当我五天女朋友 一天一万 你给你老板上来的 没有 我可以跟我老板测一下 185也可以 但是 这五万块钱 你要么分我一点 要么就是说 怎么样 叔叔 这车可以吧 你给了288 一百八 一百一百八呀 要不然就一百八呗 我这个位置五万五 我觉得有点不太舒服 那我们再个腿 183 前面想183 前面 183 一点都抠了 183 如果这车没回来 肯定贴个膜 贴膜都花两万 对呀 是吧 你看 保养 这还得保养也是吧 保养之后还得花两万吧 对不对 还没保险吧 保险得两万吧 对不对 179 啊 这是吧 太难了 寒睡他也不知五万了 虽然说身材很好 连点很漂亮 但是 为了叔叔 五万块钱的话 还是 五万块钱 叔叔叔 寒往去酒吧喝酒 多少没有啊 这个 就一百宝 怎么样 那个妹子 这个后排 先生 你能坐进去后排吗 你这么瘦 我觉得太小了 哇 这声音好浑厚啊 声音还挺纯的 发展机没动过 声音还挺纯厚的 来 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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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脑动一下 没办法了 上电脑 拿电脑检测一下 这表应该不是调的 师傅 专业师傅看了一眼 说表不是调的 然后先拿电脑 过个系统 这系统一动 这个车的所有问题都出来了 你在这干嘛呢 没有 我们就检查一下车子的那个内部的问题 就是你 反正你跟我载个调调调 医生在这里动我的车干什么呀 没有 万一检查问题 没问题的话都一百八十五了吗 是不是 我速度都点头了刚才 好 检查一下 检查一下 看下问题啥的 对不对 你看 平时我们 汽车做检查 都五千块钱 是吧 既然这个车今天买不了 不省的话 你不要是可以 详细了解自己的问题吗 对不对 还帮你免费检测了一下 小胖肯定坐不下 只能坐成 你能进来吗 你 我跟你讲 这个车我买下来的话 这个位置你都给你的 这个位置是我的 你就想多了 这是书位的 这是我的 这后面很明显是你的 后面我也坐不下去呀 书也不会坐呀 你想想 你是吧 你细品 那行 这后面好啊 那个车 那个车也就跟你讲 我这罚的也就 也就180多万了 我跟你讲 对不对的罚的 嗯 就这个 这个也就180 兄弟们 这宝哥的这个 这个他也卖 180万 这个屋里那个香吗 要不给他换一台 对不对 宝哥会哭的 他这个车牌都 我跟你讲 他这个车牌都不错 这么好 是吗 不是 你们到底买不买 不买我就开走了 行吗 我们也不耽误 那你的押金要推给我们呀 押 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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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押金 定金是什么意思 嗯 定金是什么意思 我最问你们定金是什么意思 定金怎么能退呢 我们刚开始的手机面讲好的价格就是250 那那那那那 行 立你那点 完了 不退行 不退行 定金没了 定金没了 行吧行吧行吧 要是不买我就真的走了 不是 我跟你说你要出去180你都 你都买不到这个车 那我自己看什么 我不卖什么 咱别耽误自己的时间了 真的你要出去你180你都卖不出去这个车 要不是看你长得好看啊 我真 这样这样这样 可以一半吧可以一半定金没了 不是我是真的诚心想买这个车 我是诚心想买这个车 但是我就真的 不是咱们老在那 老在那五万块钱上面纠结啥呢 是吧 185真的可以了 是吧 比你两个钱没了 几点了 几点了几点了几点了 11点40 完了呀 不是你是想要18 180万还是想要那两万块钱 我这么跟你说 你不是你不是缺钱吗 我现在走了 我实在不行我再去找买家 我你觉得出去之后 充进去的店 是吧 出了这个门你就找不到180万的卖角 不要了是吧 你要180就行 要180 不行的话就算了 反正情况就这么个情况 然后定金的话呢 你先好点说总一下 那不可能 定金不可能 妹子咱不能这么玩啊 你这不是坑定金吗 你这 问题是我要这个车 你不愿意卖给我 我们今天聊的价格就是这个价格 你今天晚上疯狂的 疯狂的 砍到这个时候 卖车是肯定要砍价的 是吧 对呀 就我那个那个 SV哥去买的还 他要1800万 你砍了700万了 就平头都买了呀 就你的车说良心话 真的 这车感觉 110都差不多了 给180 没有问题讲 出180就 怎么说呢 决定长得好看 想跟你交个朋友 真的就这么简单 要不然谁会出 多出70万了 就175 这测试一看有点新 灯还是红色的 还露住灯 是吧 对呀 一看就不好看 花里胡哨的 不好看 咱俩那里剪刀没有什么问题啊 太多问题了这个 逗所多的问题 你看这玻璃换过 万一这玻璃不结实了 是不是 安全气囊说不定都弹出来了 都没了 说不定这车安全气囊都没了 你看 开门还 还有这种声音 你没注意 那你重新来一遍来 来来来你把脚收好 来 你重新 你不 那你重新开门撕下来 来来来关门 好你开门 你开呀 你踢 是不是 是不是 这个声音听着闹心 这听着闹心的声音听着 我给你讲就在那 修这个门 的十万之后 本来是开门 听着就很安心吗 那种 家里的感觉 你可拉倒吧 现在谁家里面闷着这样的声音呢 不知道的还有闹鬼了 主要是我们平时喜欢走月路 你说大晚上的这门一开 这种声音谁说来聊啊 本来是一个别的 加这声音火 变成个别的 对啊 车车真的 这年档次就没了 行 180是吗 180行不行 就你刚说180 180是吗 那不行 175 这个门是有大门 我发现这个门有没有声音了 这门有声音还得扣我 有 有 有声音 有声音 这也有声音 你听 你听 这声音 你仔细听啊 你看 声音变大了 还是双响的 啊 200了 这车不挺大呀 这问题 这游泳盖打开一下 才打不开 你看游泳盖 还假的 焊住了 这怎么加油啊 这游泳开完就不要了 这问题挺大呀 这个 行吧妹子 178万 好吧 178 刚刚是180 我说185 好现在180 你又178 你看你 我说178 你是不是又175 我说175 我跟你讲 你早点说180 你不是散了吗 随着那个门看有问题 对不对 车子就这样的 越看问题越多 对不对 鸡了一身 他真的没问题吗 这个 确实有问题 这个门 你看这皮 我看这皮啊 我看这皮 对对看这皮 开线了 这这看这皮 哎呀 来你看这皮 你看这 你看这 我修复的话 对吧阿仙吗 修复一下 你们今天的那看车 我心里要给你 别无赖啊 别无赖我们啊 不要不要无赖我们啊 晚上你们还开了 今天晚上 下面那个刮皮 那个还不知道 是不是你们今天晚上搞的 你看这个车 是你开过来的吧 是你们开过来的 刚才啊 不是 你们最开始 这刮皮的时候 是你们开了那个 北城去的吧 那刚才呢 万一是刚才过来平呢 那刚才 不是 虽然说他开的车 但是你车上不坐的有人吗 老三不是车上坐的吗 他就头钻底下来看得见吗 可能是什么情况嘛 可能是你的包从那 插的 对 我也结果这种可能性 你们才能看车 公司了还是 宿主能两万没了 反正你的问题 问题挺大 要不然这样 退一万吧 每天晚上 就当是 今天就当是那个 你那就是 一天工资算了 不是 退一万吧 一百八真的OK了 什么 推一百八呀 为啥推一百八呀 推二百 数字不要 数字不要 给我也行呢 要不然这样 推两千 两千种行吗 你说退呀 退不可能退的 真不可能退的 咱不纠结了 不要再说定解这个事情 那那那这个车一百七十八万 搞定 够玩吗 行 一百七十八加上你的定金 行吗 那不还是一百八什么 啊 你们不正是说一百七十八吗 那这一百七十八 你们交来交一百七十八 这一百七十八 可以 那两万今天网上也喊了你们的闺蜜 我们一起直接喝点小酒 吃点烧口 我昨天晚上喝醉了 我就不喝 直接折一天就行 就给我一万就行 也行 这样可以吧 分五千 分五千 分两千可以了 两千 你小孩子要钱干嘛呀 我不需要换牛了 不是你年龄这么小 你花什么钱呢 啊 你是没吃没喝吗 你说你要钱干嘛呀 小孩子不能有钱 有钱学坏了 知道吗 嗯 还有很多故障呢 还有很多故障啊 比如呢 在电脑上停 在电脑上停 哦现在停电脑了是吧 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故障 这就不是一七八的是吧 哎呀 来杯子你自己来看 你看有多少故障 不是你这有完没完啊 这故障太多了吧 我又要砍价是不是 发动机电控 发动机电控故障 一个 是吧 不是有完没完 电视调节气 六个故障 人态压力监控 两个故障 今晚就是你们说 到镇影像 一个故障 你看这故障太多啊 你看这是中央 什么舒适系统 中央模块故障 哎呀 咱买不买 不要了 这车我先也不要了 不要了是吧 这车废了 不要了我就真的开走 这车我给你讲 九十万 九十万 要有九十万 要不就不要了 这车废了 这个车 速度退钱吧 没必要 这车 你交了两万定型的吗 你一交的话 折一百八十万进去 你看你是 保两万中央 还是花一百八十万 买买买买 给钱吧 给钱我来帮他修 这车问题太多了 修车轨的二十万 修的话我不加钱就行了 我出过两万块钱 给他修好 对吧 我那个修里空 这是一个坑吗 在哪 就是一个大小小 我搞不好修他两万块钱 还能挣个几千块钱 兄弟们 其实那些问题都没关系的 修里空呢 修车那个叫过来 修车这个 我跟你们说实话 只要只要书尾买了 我愿意帮他免费修 真的 我不要钱 人家帮他修 花个一两万块钱修 我们经常可以开出去玩 他不香吗 实话 你们想过没有 那些东西没事的 那些故障灯没关系 不是很重要 嗯 我不要钱 我帮他修 我帮他修 免费帮他修 就给平时我们用用就好了 免费帮他修 这是秉利的钥匙 这是法律钥匙 保时捷的钥匙 可以啊 我查还有保时捷呢 我查 有钱啊 我查 保时捷 秉利 这是啥 这个鸭 这啥 你看一下 看一下他 这几个问题 你跟我老师说 几万块你修的好吧 你跟我老师 看电脑 电脑上那几个问题 有人说墨迹 我什么真的 这啥墨迹 买个一两百万的车 看两个小时 叫墨迹啊 我跟你讲 你要是买个两百万的车 你看三天 你还看两个小时 真的是 这个推啊 这个推啊 几百块钱 还有很多故障呢 嗯 还有很多故障 要啊 看一个星期 看一年呢 看一年就有点善良心 看几个小时啊 是正常的 我们现在直播 时间才两个小时 16分钟 看到这辆车的 到现在加起来 这一个多小时 兄弟 看一下还有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大问题 就就就就没事 说呀 没有什么大问题 就没事 整的吧 我帮你 我帮你修 一两万块钱 我做算了 真的 全部多了 这灯也挺帅气的 以后终于有 终于有这种豪车了 兄弟们 像我们这种 PE也好 对吧 南波基尼也好 对吧 麦凯能也好 这都不属于豪车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们都只是跑车 这种才叫豪车 兵力啊 兄弟们 兵力啊 多装逼啊 兵力 对不对 你到底买不买 一会儿你 老实来实 一会儿他说 哎 我我我我 我是希望你买的 因为我是修车工 我修车的 就等于说 你们都是修车的 没人听我 我听你讲 修车的 你跟我分析一下 我跟你分析一下 是这样的 我是非常希望他买 为什么呢 因为他买了这个车之后 他就会放在我这里修 修的话 我能赚点钱 这修 平时放我这做保养 我还能赚点保养的钱 知道吗 我就希望他赶紧买了 哎 我跟你是一起的 知道吗 但是你跟我一起 对啊 你跟他们说 我是跟他说 我跟他说要买 你是一起的 我们两个 我们两个 我们两个人是一起 我们两个人是一起的 我是肯定是希望他赶紧把它买 赶紧付钱是最好的 赶紧付钱 付完钱 付完钱 我就接下一个活 接下一个修理工的活 对吧 以后保养啊 修车啊什么的都在我这了 他不想吗 嗯 签活动吧 签活动吧 签活动 一百八嘛 一百八吧 可以一百八了吧 可以啊 他付了两万块钱 你一百七十八嘛 对 你付了一块嘛 你这样吧 你这样子啊 你现在是这样吧 就是你现在签活动 签完活动之后 就是你先 再付个十万块钱给他吧 你你你肯定是要要要要 要提神了再给你打全款了 就是我们现在付了两万是定金 对不对 你知道吗 我现在特别怕你们 不不不 一听我讲 我们现在付了两万是相当于预付款 定金是不是 我们再给你十万 这就这个仇就定了 如果说我给你十万 你要是 如果说我不买了 你把十万块钱拿走 我不亏死啊 怎么可能呢 好吧 过货之前再给你钱 好吧 这不可以 还要过货吗 还要过货吗 要过货 要到交管区去过货了兄弟们 过货也好啊 用他来货啊 不过货 不用过货吗兄弟 不用过货 不过货咋买啊 我听说过货 还要在检测一下 好听说过货 过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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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行吧 你预计签签合的嘛 签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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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嘛 写个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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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手 你再给他转十万了 可以吧 等一下我转啊 你写个东西嘛 写个东西啊 你拿上纸过来吧 不是 拿着笔过来写个东西 拿着笔过来写个东西 写个东西 写个东西过货了买了 兄弟们我跟你们说实话 这个车是真买了 真买了 下午下班的 真买了 还可以 方便面的皮质各方面的还是不错的 类似各方面的还是挺新的 嗯 真买了兄弟 可以吧 那写个东西写个东西 写个东西 你给它转 你现在给它转吧 你把你支付宝发给我 现在发支付宝吧 你把支付宝先转吧 下班 180呀 就这么多钱 180 180万 去惨把说什么 就在这里 在这里写东西 笔根纸拿过来了吗 把笔根纸拿过来写个合同 把钱收了 兄弟们 小宝哥这辆车要卖 你们有没有兴趣 兄弟们 我问一下 真的不开玩笑 就宝哥这辆车他要卖 有兴趣的出多少钱 就这样 他真要卖 他现在已经在卖了 跟我说了 对这个乏力 塞着板的 你就说出多少吧 100的不现实兄弟 100不现实 他跟我讲的是180万的底价 但是我觉得180万可能买不到 底价是那么多 估计得要200多一点 212估计差不多了 我是想买他这个车 但是他这个车不敞篷 我买了没用 我要买敞篷车 我后面买的跑车都要敞篷的 不敞篷不要 必须敞篷 180你要了 180的话要亏的 180要亏 180要亏 180要保哥应该买不了 小胖小胖也要敞篷的 我们都想要敞篷的 怎么 没什么太有问题的 那就搞了呀 方便面的 你看看 胎压有问题 胎压没事了 胎压把气打好就行 你充满器有问题 充满器有问题 180我明天就尝他先过货 干建队啊 一会儿12点人干不建队 我这个车有人要我就卖了算了 哎呀说实话 我这个PE的话 该说不说的 我真的想卖了 修修不好 修这么久 你们说出多少吧 这个 这个 出多少 你们如果买的话我就不修了 我就不修了 兄弟们 我修个鬼啊 但是我配件已经定了 到时候配件再卖给你们嘛 啊 这这加点钱 配件卖给你们 哈哈 一百万我也要了 一百万的话买不到兄弟们 这实话 一百万 一百万的话就不是诚心买 诚心买的话不会开一百万的价 好吧 再怎么样它也是个麦卡仁PE啊 对不对 虽然说有点小问题 你打哪个卡方便一点吗 我打你找他呀 是不是 我看你一直在这里说话 我以为 真的 你把这个卡发给我 你直接都看不见了 你发给我 你微信发给我就行了 其实小老弟买个这个手是挺好的 兄弟们 我觉得 这个是能带三个妹子 小老弟买个这个手 这个手能带三个妹子 然后平时还可以借我用的 对吧 它不香吗 是不是 你好